业者的感叹根本是在赔钱卖 那么根据这个产地的价格来看一下 从10月中旬呢 这个价格就是一路的跌 从本来还有5块多 一直跌到2块多 果农就抱怨说 他们的血汗化为乌有 万坦总统不知民间疾苦 说总统不知道真的有这样的价格 带你来看 农民萧皮大口吃尽所谓刺激品的牛心事 一样多汁 吃尽嘴巴同样香甜 但是产地价却低到不行 一斤只剩2块钱 本来乘搭买2块 但如果1点5点就开始打掉 中班的乘5年半去的2块 其他就是都没了 2块8块5块1块 没了 镜头转到果菜市场 一斤两块的柿子就在这里 立委陈明文吃力的搬起 大箱牛心事 100块就能带回家 批乏市场摆买一箱又一箱带售的柿子 每箱55公斤 换算下来一斤大约1.8块 如果扣掉纸箱包装费25元 柿子一斤只剩1.3块 不论怎么算都不到2块钱 业者抱怨只能硬着头皮赔本卖 现在要买博 如果我们都要买你改来买 改来买我买你没问题 我带你来买 一斤几万钱又无力 农民感叹血本无归 牛心事价格下滑 以刺激品产地价来说 收成初期的10月中旬 一斤也只有5.4块 11月初开始下滑 出现3块价 直到近期 牛心事剩下2.4元 价格一路下跌 牛心事产地价到底多少钱 实际走进民间 价格摊在阳光下 一斤只有2块多 农民反映生活苦 马政府有没有听进去 三连行为廖国雄 嘉宜报道 到底市值是不是一斤两块钱呢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苏家全 今天比总统也早一步到台中的东市 直接到市紫园里面去了解第一些